香港曾拥有武馆近五百家 习武者数万人 永春夜问 洪拳 林世荣 邓芳 阮灵 蔡理佛 黄江等一代宗师 汇聚香港 中国武术 在此南北融合 并走向世界 许多师傅是招卖于武爹达夜寿客 与此同时 一批以武术为主题的小说和影视作品相继位置 关德兴 胡金泉 金庸这些文艺界人士 让中国武术的影响 香港因为地理维持各方面的条件都比较特别 所以其实很难得在很多南北武术家集中的地方 其实很多香港是扎根 有些通过香港 而再去到东南亚 再去到欧美这样的地方 所以很多都是当香港作为一个武术沉根的地方 我五岁学功夫 我这个祖父又是中医 父亲是中医 又是武术世家 武医世家 我十九岁是出香港的 今天黄江师傅要去徒孙黄雨帆的武馆 巡视一下小弟子们的训练情况 我还要教你 在说真正的地方 所以这边是神游家